我們來看到就是網紅 Lindaina的媽媽Sidney 近日可以說是爭議頻傳 網友頻頻在挖他的黑料 指出他去年十一月懷地七胎的時候 背著小孩滑雪深蹲跳 行為非常的危險 而高雄市社會局也接獲了民眾的 陳情約談夫妻倆 認為他們已經違反兒少法 已經必須要上四到五十個小時的 親子教育輔導課程 網紅Lindaina的媽媽Sidney 近日爭議頻傳 網友狂挖黑料 指控他去年十一月懷地七胎時 竟背著小孩去滑雪深蹲跳 高雄市議員黃捷也在臉書譴責 他們的孩子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 進行滑雪等活動 劇烈搖晃嬰兒可能引起嬰兒搖晃症 使嬰兒腦部受傷 顱內出血甚至危及嬰兒的生命 高雄市社會局表示 已於八日約談夫妻倆 認為他們違反兒少法 必須接受親子教育課程 最少四小時最多五十小時 並將以情節嚴重程度開立處分書 而當事人也表示願意配合 接著看到的是民進黨臺北市議員張文傑 日前因為新北市行車糾紛 幫陳情仁召開記者會 指控說新北警局吃案 沒有想到這個行車記錄器曝光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陳情仁在路上蛇行 緊急停車 對此張文傑又在臉書上發出聲明 張文傑昨天深夜在個人粉專發文表示 此次陳情仁發生事故之後 立刻報警通知警方到場處理 他因為無法事前取得事故影像 以及相關資料 造成他誤信陳情仁說辭 以致誤解警方處理過程有疏失 才會召開記者會 張文傑表示他強力譴責危險駕駛 更支持基層遠景執法 對於事前沒有查清楚事件的經過 誤解海山分局 以及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特表歉意 不過網友認為張文傑 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卻僅有透過臉書發文道歉 兩者不符合比例 這就是標準的大街罵人 小項道歉 接著讓我們看到的是 時代力量的台中市議員吳佩雲 在去年的選舉期間 私密影像遭到流出 出刊於新華報導一九八七的網站 吳佩雲奮而對網站的負責人 鄭信社長以及楊楠提告 而臺中地檢署貞傑 認為鄭信社長有二十多年的 媒體從業經驗 卻沒有經過查證 就將他人的私密影片做刊登 以違法個資法將他起訴 而楊楠楠的部分則因罪嫌不足不起訴 檢方認為鄭楠明明知道 該影片是吳佩雲穿著清涼的私密自拍影片 是非公開社會活動應該受到保護 顯然與競選活動無關 而且鄭楠是已經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經驗 媒體從事者 在收到來源不明的電子郵件時 卻毫無過濾查證 反而鏡自刊登 即廣發給不特定的人士觀看 損害吳佩雲的利益 貞傑依違法個資法起訴 而鄭楠因為涉犯違反選罷法 偽造文書誹謗部分 本案影片並非捏造不實 而且無證據證明 鄭楠與冒用吳佩雲的名義 申請電子郵件的任何關聯 此部分罪嫌不足不起訴 好 再來呢 這個是許多人都相當關心的新聞 好事多A干梅的賠償方案 今天出爐了 每個人呢 只有補償購買商品等值的慰問金 以及五百元的檢測費用 對於這個補償方案 蕭基會董事長痛批說 金額太少沒有誠意 他願意呢 幫消費者打團體訴訟 蕭基會董事長吳榮達直言 無法接受金額太少 吳榮達指出 首先是賠償金額太少 無法讓消費者接受 甚至連檢減費用都不足 相當沒有誠意 他說消費者若是對這金額 無法接受 需要蕭基會幫忙打團體訴訟 蕭基會會幫忙 而吳榮達也以蕭基會 最近打完胖達人 團體訴訟為例 獲得的賠償金額 平均下來 每個人可以拿到 兩千多元的賠償金額 顯示之前 蕭基會提出 每人賠償三到五千元 不是亂喊 也是合理金額 所以消費者若是不滿 蕭基會願意出面打團體訴訟 有意願的民眾 可以向蕭基會聯繫 再來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2020年長榮大學 馬來西亞女大生遭到性侵殺害棄施案 女大生的父母是向台南市政府提起國賠訴訟 求償五百九十三萬元 而雙方律師代表調解 最後是以六十萬關懷慰問金成立 雙方達成庭外和解 根據了解 一開始女大生的父母是向台南市政府申請 國家賠償 求償兩千零六十九萬元 而經過台南市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駁回之後 委任律師向台南地院地狀提起國賠告訴 求償包括 花 葬葬費以及父母兩人的精神撫慰金 在內合計是五百九十三萬元 最終在四月十四號 雙方達成庭外和解 由台南市警局 歸人分局 公務局 以及歸人區公所等四個機關單位 連帶給付關懷慰問金六十萬元 台原法律事務所透過臉書發表聲明指出 被告機關願意基於關懷 台南女兒立場 盡最大能力收復原告的痛 同意支付關懷慰問金 共計新台幣六十萬元 以其撫慰原告喪女之痛 並告慰其愛女在天之靈 hari了 良大的